王俊凯、杨子、肖静腾都在带隐形牙套悄悄变好看 你们知道吗 其实我也带过和他们一样的隐形牙套 这就是隐形牙套 怎么把它戴上去呢 这样他就有两个卡扣让牙齿完整的扣上去 王俊凯当年被发现就是因为粉丝的高清镜头 拍到了他在牙齿上的贴片 把牙套戴上去之后为了让他固定效果更好 就需要拿一根棍子 让他更贴合自己的牙齿 日积月雷每两周更换一次牙套 这牙齿就慢慢的被推推推就推整齐了 两周戴一副头两年是关键时期 后两年要戴的是固定器 它的作用就是巩固你的牙齿 让它继续保持那个形状生长 不要以后长歪呢 戴牙套这两年每次吃饭早中晚我都要把牙套给取下来 吃完饭之后再去刷牙 再用牙线把牙缝里的脏东西给劈干净 然后再重新戴上牙套 你说每天一日三餐这样重复 我当年多辛苦啊 但也养成了一个良好的结牙的习惯 包括现在已经不戴牙套了 我还是会每天用牙线去清洗我的牙齿 连医生都夸我 牙齿状态变好了 其实就算你不戴牙套 每天清洁牙齿是对牙齿健康的一个负责 其实我小时候也戴过那种钢的牙套 也不容易 定期去医院调整 隐形牙套还可以摘下来一两个小时 但钢的就是完全没有办法 所以如果你预算充足的话 建议选择它来翘翘变好看